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港股方面 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 恒生指数涨70.04点 涨0.29% 报24554.78点 国际指数涨190.28点 涨1.64% 报11768.58点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共股涨2毛5 中国移动跌9毛 建设银行涨8分 工商银行涨8分 中国银行涨3分 港交所跌4毛 中国人寿涨1块3毛5 友邦保险跌5毛5 腾讯共股跌7毛 金沙中国涨1毛 长江实业跌8毛 新鸿基地产跌2块4 九龙仓跌1块5毛5 中国海外涨4毛5 华人之地跌4分 中海油涨3毛6 中石油涨1毛6 中石化涨1毛1 昆仑能源涨8分 中国神华涨5分 关注完港股方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内地股市是怎样的表现 互升两市今天高开 互指高开震荡走高 午后在券商 银行 保险 国产 软件等板块的带动下 大涨近百点 一举赚上3200点 而升升至高开震荡上行 大涨近300点 创业板高开高走 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最高上碳1703.93点 从盘面上看 除了种植业与林业板块外 其余板块全线飙红 其中互联网 金融 保险 券商 银行 国产软件 石油电子信息等板块涨幅居前 而种植业 林业 白酒 农产品加工等板块的跌幅是居前 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A股的主要情况 上证宗指报3204.91点 上涨2.45% 生成值报11209.19点 上涨2.24% 护神300指数报3437.45点 上涨2.49% 创业板指报1750.91点 上涨3.19%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H股对A股的五代折让情况 浙江市保折让78% 山东莫隆折让75% 洛阳玻璃股份折让74% 东北电器折让73% 益征化仙股份折让69% 再来看一下今天H股对A股的五代抑价 万科企业抑价8% 江苏宁护高速抑价7% 安徽海洛水泥抑价5% 华南国际电力抑价4% 青岛啤酒股份抑价0.23% 关注完股市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嘉诚今天下午表示 现在证监会预期每年亏损达到4.17亿元港币 未来财政将继续亏损 尽管港股买卖费用已经接近A股的两倍 但唐嘉诚指出希望护港通会刺激市场成交量 如果未来收入一直不能够按预期增长 将考虑调整港股交易征费 由于在2007到2008年拥有庞大盈余 香港证监会此前在2010年及去年11月都曾下调交易征费 证监会预测到今年3月储备金将降至70.92亿港元 大约是年度预计开支的4.66倍 主席唐嘉诚表示预计今年证监会将亏损4.17亿港元 未来每年都会约亏损4亿港元 希望护港通等业务能够拉动市场交易 令证监会收入增长 如果不能做到则需要调整交易征费 香港零售业近10年来不断发展 但是在2014年遇冷 去年香港零售业销售总额同比减少0.2% 是11年以来首次出现倒退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日发表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全年的零售业绩销货价值为4933亿港币 同比下跌0.2% 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跌幅 11年以来的最差 全年来看多个销售类别有不同的升幅 药物及化妆品上升9.3% 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升6.6% 杂项耐用消费品升19.4% 但由于比重较大的珠宝首饰中表及名贵 礼物销货价值大跌13.7% 电器及摄影器材也跌8.1% 拖累全年零售下跌 而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 去年12月零售业销售下跌 主要是受到珠宝首饰中表及名贵礼物销售的跌幅扩大所拖累 反映房港旅客消费有所放缓 而与本港本地消费较为密切相关的货品销售表现也欠佳 零售业绩销售在近月波动 显示出旅客和本地的消费抑郁仍然很不稳定 好了以上就是由要财财金台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我们明天再见